就这 大家好 我是小江 接上一个无人机钓鱼视频 有的网友说只是把鱼竿换成了无人机 跟普通的钓鱼方式没有什么区别 他说你那么厉害 有本事不用鱼耳钓一条鱼上来给我看看 我就让他展示一下 无人机跟普通钓鱼竿的区别在哪里 鱼线我已经绑好了 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 这个泡沫我还是没有解下 直接起飞 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是没有鱼饵的 没有鱼饵的 好 到达中间 现在往下 把鱼钩放到鱼塘里面去 再扫一圈 拉高一点点 横着扫一圈 我们就是这样子 在把鱼钩在鱼塘里面一直在拖转 快点扫着边上去了 快点扫着边上去了 拖了两圈了 拖了两圈了 拉起来看一下 哎呀 兄弟们上钩 太难了 兄弟们 哎呀 刚才大家也看到了 确实不需要鱼饵 它也能钓得到鱼 只不过没有钩温 又让它掉下去了 然后呢 经过我想了一下 应该是那个铁锤不够重的原因 我现在要进行那个鱼线改良一下 继续来 经过了我的改良之后 换了一个大锤 因为无人机拖载的时候呢 那个小锤就很容易飘出水面 然后加了一个三个钩的 三个方向都可以钩 继续出发 起飞 现在第二次下水 改良之后再试一次 还是老样子 扫一圈 转一转 然后很容易就能勾到鱼了 因为现在换了那个鱼钩 再往前拖载一下 拖一拖 因为它那个鱼刚好在旁边的话 很容易就把它勾住 再往前拖一拖 一定要在鱼汤中间不停地拖 再往左边拖 炸鸡了 兄弟们炸鸡了 不小心飞出了 这个鱼汤 现在去找一下无人机 着急死了 不知道有没有事 终于看到了 还好信号没断 然后跟着这个定位过来的 还有没有鱼线全部捆在这里了 哎呀 天呐 悬丝惨重 这个线全部要到这个吉日里面去了 看到没有 应该是撞了这个地方 这个灯 这个灯已经掉落了 悬丝惨重 不知道还能不能起飞 真的好心痛 几千块钱的东西 完全撞烂了 撞烂了三片翅膀 这一片 然后这一片 还有这一片也烂了 无人机已经飞不起来了 兄弟们 以后再也不敢这么照了 要是钓鱼就好好的钓 再也不敢这样子乱钩了 今天真的是选丝惨重 不但鱼没有钓起来 还把无人机给撞坏了 多真好 Taiwan 起訴 从来 向左 到鱼 solve